Hello 各位好 我想大家現在都應該在第二度 或者在去旅行拍風景照 有沒有人覺得你現在拍風景照的時候 回酒店看照的時候 會有點失望 為什麼拍出來的效果 跟我們去看旅遊節目 或者網站看的那些 旅遊網站那些差這麼遠的呢 今天就跟大家 remind 一下 怎樣去拍風景照 會拍得比較好一點 其實拍風景照有幾樣東西我們要注意的 第一拍攝時間 帶的器材 曝光是怎樣 我就會按照這幾樣東西 跟大家 remind 一下 怎樣去拍風景照 好 拍風景照的時候 去構圖 其實大部份的時候 你都會對著風景 都是按按鈕 都不知道構圖是怎樣的 我在網上找了一些簡單的構圖方法 可以讓大家 remind 一下自己 可以去看看怎樣去構圖 好 這些composition example 在網上都會見到的 還有讀書的時候 老師教你畫畫的時候 都會用這些方法去告訴你 怎樣去畫畫 會比較吸引一點的 大家去跟著這件事去做 拍那張風景照出來 那個效果會更加好 這些打幾個點 即是井字形那些 其實你的相機或者手機 都可以出到這些輔助線 給你去拍照的 斜斜短,Golden spiral 還有一些三角形 S引線,L形 那我拍風景照的時候 簡簡單單地記住這些構圖 拍出來的照片就會比較吸引 如果我都沒有跟住它 構圖怎樣去做呢 其實拍了回來,再去修圖那張照片的時候 跟著這個原理和構圖的方法修圖那張照片 其實我都經常會先拍下來,然後去修圖 修圖了那些 object 去到黃金點那裡就可以了 修圖了那張照片就是我需要那個構圖位置 第二件事,其實我們去拍風景照的時候時間很重要 你經常都會看到拍很多 landscape 的照片 都是日出或者日落時間去拍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日出日落 white balance 會比較 warm 一點 還有太陽照射下來,去到我們拍照的位置 那些層次就會漂亮很多 因為由30度、20度、45度這樣照下來 照下來那個你拍的環境 那些層次、陰影是會出很多的 所以你拍風景照的時候 真的時間要掌握得很好 其實大部分人去旅遊的時候 都是我去到那個景點去拍照 很多人都忽略了這件事 其實你上網給你看得到一些很漂亮的風景照 其實可能那個攝影師都會在那裡 待一年半載、一個月、一個星期 去拍一張照而已 你說我去旅行都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做這件事 但是你又想去拍那張照 我想這件事就比較困難些了 可能你運氣好才可以拍到 或者去撞彩才可以去拍到 因為拍照的時間 對於照片出來的質素就是非常之重要的了 OK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其實我在香港都有時 在這些黃金時間去拍一些風景照的 你會看到這一張也是 在九龍灣拍的 都是在日落時間 你會看到那些斜陽 即是那些直陽照回來 特地的立體感會多很多 還有所有整體的顏色會豐富很多 照片是 那個圖片會豐富很多 有藍色、黃色、綠色 立體感會高很多 所以這件事時間是非常之重要的 OK 那我看看第二張 第二張 這一張也是在九龍灣地鐵站拍的 這裏應該是觀塘 對 這裏是觀塘地鐵站拍的 都是日落的時間去拍的 那你會見到那個 黃色的漸變 還有那個陰影位 還有那個暗位、光位 會做得非常之好 那這些會吸引一些 好過你十二點鐘、一點鐘、兩點鐘去拍 光線會比較硬一些 那拍出來的效果當然就不太好 OK 那看完這件事 那帶什麼器材去拍 其實我上次都跟大家分享過的 那我都是帶二十八、五十、七、五去拍 那就夠做的了 那樣樣我自己就 最好帶回一塊PL、CPL 那把一些水面或者一些反光的光 就去消除了它 還有呢 帶回一支細細的腳架 那樣好像這支那樣 那樣可以動在一些岩石那裏 那樣去拍一些慢塊門的照片 那這支是細細的 可以方便攜帶 那或者你會動一支高一點的 那這支其實都很方便攜帶的了 那都是一KG左右而已 那帶回一支細細的腳架 那就在那個攝影包裏面 那方便便拍攝一些慢塊門的照片 那例如去到一些冰島 又或者是一些有瀑布的地方 那樣樣 那有時那個瀑布 我都想用一個慢塊門 去表達那種思義 那種畫質 那樣樣 那一支細細的腳架 就是非常之好用的了 那我曝光那裏就會 曝光那裏 會曝光的比較暗些 或者低-1級 這樣去做 那因為呢 我有時 那因為呢 如果在那個高光位那裏 是曝光正常的 那整張照片 就會under曝光了 那但是 如果在那個低光位曝光正常的 那整張照片也都在高光位那裏 就很難拉下來 那但是一張照片 你靠那個Meter去 即是靠那個測光錶去曝光 那有時呢 將它平均曝光一張照片的時候 那拍出來就會比較平面一點 那我呢 其實都不會看Meter去 不會看測光錶去做一個曝光的指標 那我自己看回螢幕而已 那會用 那張照片我就會比較under少少 那把那個暗位的所有的位置 其實都可以拉上來 那高光位那裏 也都可以拉下來 那這樣東西呢 就真的是憑經驗的了 那或者我下一次會多些時間去講一下 究竟我是怎樣去做一個風景照的曝光 那個情況 OK 好 那有些人就會就問 那如果我就帶一支28去拍呢 那會不會拍不完那麼多那麼大的風景呢 那其實這裏呢 我都會有一個技巧 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就是用一支28去怎樣去拍完全部東西 那都是好像現在的iPhone那樣 去拍一張全景模式的照片 那就分開四五張照片去拍了 拍完之後就把它合成了 那其實就會做了一張很wide angle的感覺的照片 那有些人就說 那這樣就將照片會變形 又或者是不太好啊 不如帶多一支18 再多一支21、16 那其實有時候我去旅行呢 我寧願帶一支28去用我這個方法去拍 那好過我帶很多很多器材去旅行 因為有些地方其實走就走得很久 那我又不想自己的負擔那麼重 還有拍照去旅行也是一種享受來的 那我拿著那麼多東西 那年紀都不小了 那沒理由去到很累這樣 那我也不會說很享受過程去拍照 OK 看回這裡 那開啟Lightroom或者Photoshop出來 那這裡有四張照片 那其實現在把它合成了一張照片 按個按鈕就可以了 那把它合成了一張照片 那就會做了一張全景照片出來的 OK 那我們大家看看先 好 先開啟Lightroom 那這一張全景照片 那這一張全景照片 其實就是用一支Leica的28mm 2.8 第二代去拍的 那這一部是一部240來的 那我拍完之後 差不多去到一張 我想都超過16mm wide的照片 拍出來 非常之靚啊 我覺得 那將一張28mm的鏡 那就分開四五張照片去拍 拍完之後回到合成 回到合成做一張 wide angle的照片 那我經常都會是這樣做的 那我做了這張照片出來的時候 那再把它去做一些後期的edit 那這樣就會成為一張非常之靚的風景照 那其實在網上給你看到的風景照 其實都一定是做過一些某部分的後期 才會丟上網給你看的了 那不會說一張照片 如果我按了一張照片出來 就是那張這麼靚的照片 那樣東西呢 就是絕對 那個機會率非常之低 那講一下 那講一下一些構圖 和講一下一些器材之後呢 那你其實拍風景照 你有少少的技巧 都要注意 那個光圈你便設定到8、11 那ISO那方面你便設定低一點 那其實現在高ISO的照片 那在AI裏面的deloiz 都非常之厲害的了 那有時都會去到1600、3200去拍 然後去做AI那個deloiz那裡 已經做到非常之靚的照片了 即是不要說怕後期是不會做 那樣樣 那其實現在很多東西 都是按個按鈕就搞定的了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拍照的成功率 就高很多的了 好 那拍完一張照片回來 那剛才都說過了 後期就非常之重要了 那你會見到 拍完一張照片回來 例如我給我剛才那些照片給你看一下 Original那些照片 其實那個顏色 就不是說你想要那個顏色來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真的經常都跟大家說的 你真的拍攝RAW 就拍JPEG 就在後期那裡 就不是說那個寬容度 那個信息量沒有那麼大 去給你做後期的 那其實上次我去山區拍一張照片 那些顏色呢 都拍出來都滿意的 但是怎樣去令到它更進一步呢 那就一定要靠一些後期的工作去做的了 那 那 那剛才都說過了 一張四張照片 就做回一張合成照片 那樣 那我之前就做了這一張 做了這一張合成照片 好 那就開出來給大家看看 那做了這張合成的照片之後呢 我就會覺得 咦 因為我們不是說長期逗留 在那個環境 即是那個風景區裡面 如果長期逗留呢 其實呢 用多些時間呢 可以知道它 日落呀 下雨呀 出太陽呀 的時候呢 不同季節呀 那拍出來的照片呢 都有不同 但是如果你說去旅行的時候呢 那個時間不是那麼足的時候呢 那我寧願拍了一張 本身的 本身基本的照片的時候呢 回來呢 去做一些後期啦 去做一個比較漂亮的照片啦 那 那 這一樣東西呢 就是我自己呢 去拍風景照的時候呢 的 小小的心得啦 那 你會見到這一張呢 就已經做了後期的照片了 那 那草地呢 我就把它那個 層次感呢 就增加了啦 還有呢 天空那裏呢 我都會呢 因為太灰呀 之前 在山區裏面呢 就下雨啦 那我就加了一些陽光呀 太陽呀 射回到山區裏面 那現在其實都很多這些 那其實現在呢 都很多AI的方法呢 將一張照片做得非常之好 那在某些位呢 我就加光了啦 還有某些位呢 我就推回暗了啦 那 最重要呢 就是呢 一些層次的感覺啦 那就會出回來了啦 那好像那些草地那樣 一層一層那樣過啦 那還有呢 你會見到呢 山上呢 都有不同的光暗位啊 可以看到啦 那張照片呢 就會漂亮很多的啦 那 大家都可以用一下這些技巧呢 去拍一些風景照啦 還有呢 現在呢 我想大家可能都在外地的啦 那可能你明天都出去 再拍一些風景照的時候呢 都用這些這樣的小小技巧啦 好 那多謝大家收睇 那下次呢 再分享一些多一些 不同的小小心得啦 還有拍攝技巧 拜拜